今天的数学呢我们要来看除法以及乘法 OK 所以上回呢我们看过了第一题还有第二题 就是说八除以四 分成四组的时候每一组会有两个 然后八分成两组的时候每一组会有四个 所以四跟二这里啊它是可以对调的 同样的号码八 你分成四组每一组就两个咯 如果你只分成两组 每一组就有四个咯 OK 这就是它的意思啦 今天我们要来看乘法 四乘以二 就是说一组有四个 然后我们有两组的时候 我们总共有多少个 答案是八 OK 再来看第四题 二乘以四 一组有两个 我们有一二三四组的时候 总共有多少个苹果 答案也是八 所以呢你看在乘法里面 二乘以四 以及四乘以二 我们都会拿到一样的数目 OK 四组 每一组有两个 以及两组 每一组有四个 我们都会拿到八 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一题 八除以什么等于四 我们也可以怎样读这一题 既然这两个是能够对调的 我们也可以读作八除以四 就是说八个东西 我们分成四份 每一份会有两个 OK 同学们可以画出来啊 OK 才会比较明白 接下来 什么东西除以二的时候 等于四 就是说 有多少样物品 我们把它分成两组的时候 每一组会有四个 我们怎样拿到这个答案呢 我们就拿二乘以四 所以四二八 OK 下一题 什么东西分成四组 四组过后 每一组有两个 同样的 四乘以二 所以我们刚刚学了 四乘以二 以及二乘以四 答案都会是一样的 都是八 OK 这就是除法跟乘法 它的关系 所以呢 在除法里面啊 这两个可以对调 它是一样的 OK 在乘法里面呢 前面的这两个 它是一样的 同学们只要多做几题练习呢 就会大概掌握 这个的意思了 好 今天老师也是准备了几题练习 只有五题 同样的抄写净练习 步子里面 做答后 敲给父母检查 OK 那今天的数学 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三三九宝贝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